2024年3月7日 韩国一代大儒 退席李晃16代宗孙 李根毕先生去世 享年93岁 韩国总统尹熙悦特地发来调研花环 韩国孔子文化中心总裁朴红英 孔子研究院院长李玉源于3月10日 赶赴安东亲自调研 向李根毕先生之子第17代宗孙 李智义表达了慰问 孔子79代嫡长孙 大成至圣先师奉寺观孔垂长 也发艳寒致哀 李根毕先生的葬礼 于11日在安东桃山面退席宗宅举行 有百余名如林参加了当天的传统葬礼 退席宗宅内设置了用稻草编织的炉木 体现了传统丧葬的礼仪 安东丧鱼之音保存会承担了传统葬礼的礼仪工作 李根毕先生1958年毕业于庆北大学师范学院 在高中任教三年 教汉文返乡后担任小学校长直至退休 退休后 李根毕先生于2001年成立了桃山书院儒生文化修炼院 到去年为止 共有135万名学生 公务员等社会各界人员接受培训 李根毕先生一生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宣扬育人造福 隐恶扬善的道理 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多次来到安东桃山 拜访李根毕先生 聆听他的尊尊教会 李根毕先生 李根毕先生先祖离晃 号退休 是朝鲜诸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1501年出生于庆上北道里安县 1527年 他考中科举 担任过户曹佐郎 郑延 成文院校里等官职 于知天命之年离开官场后 隐居县桃山书院处 根据退而据于西边之义取号为退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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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